灯可以延续光明 是平安和希望的象征 尤其在新年期间 更是少不了灯会 绚丽灿烂的灯光 仿佛点燃了人们 一整年的希望 灯会的摆设五花八门 炫酷的灯光表演 在黑夜中呈现一场视觉盛宴 无一不再告知着人们 新一年即将到来 而在马来西亚 最著名的灯会 就非佛光山东禅寺莫属了 每年都吸引着各地的游客 前来参观 花开四季 耕耘新田 是东传寺今年的灯会主题 创导人们除了要有外在的努力以外 内心也要有所精进 才能有收获 一年四季都是良辰美景 灯会上采用了艺术与文化的结合 有本地的艺术家 现画和彩绘 再通过光影将传统文化带给观众 无论白天或者黑夜观赏都各有风采 灯会的开始 那要追索到中国水朝在南京 从皇帝开始 为了普天同庆 显示天下太平 从宫殿的灯会 来到民间的灯会 一直到寺院的灯会 源源的不断 来到唐朝 乃至后来的我们的各地方 都有了这样的灯会 那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的灯会 也源自于台湾佛光山的灯会 在2004年 我们的前任住持 慧贤法师一世就主办了这个灯会 到今天也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 那么为什么每一年佛光山东城市 还是继续举办这个灯会呢 最主要这个灯代表光明 代表智慧 而且这个灯 一直从年初一到元宵 大家也显示出 我们马来西亚普天同静 大家欢喜 于是灯会也结合了 法师 信徒 义工 大家的智慧 叫做智慧创新 在马来西亚 我们不断每一年重复的使用 把环保的灯 然后我们把原有的旧灯 把它改换新装 由本地的艺术家配合 再加上彩绘 也是每一年我们层出不穷的推出 因我们的年节也就十二生效 再加上星云大师每一年 给我们的贺年主题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每一年不同的灯会 呈现给大家 新的一年 新的转折 今年是牛年 主角当然是牛了 他们打造了一座15公尺高的金牛花灯 搭配着闪烁的灯饰 向民众拜个好年 也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能像牛一样坚毅 冲破难关 必然会有所收获 基本上每一个灯会我们都是三年一季 三年一季的准备 也就是说今年是我们的牛年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预备了明年的这个龙年 虎年 明年的虎年 再来大后年的兔子年 这三年我们都做了一个预备 也就是说每一个三年 我们就必须来收集下一个三年的一些灯会的元素 我们有全世界的这个道场 也有很多的信徒 所以也拜托他们收集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所谓生肖的一些动物 我们说小小的一个玩具也好 或者是一个偶像也好 我们带回来就把这么小小的一个塑像 把它变成一个十几公尺的一个大主题 也就是我们的元素是源源不断的 采取民间的 采取大家欢喜的 除了金牛花灯以外 寺院的周围也布置了各种牛化和塑像 尤其在清净农场里 更是放上了十几头 五彩缤纷的牛塑像 有了植物和草地的衬托 他们仿佛就是一头头 正在辛苦耕田的针牛 当然这个灯会是有多元化的 所以我们也聘请了 也邀请了 邀请了许许多多本地的一些艺术家来参与 比如说吴雅宏老师 他的这个石牛图画的真是让我们感动 他说这个石牛图里面的小朋友 是马来西亚的小朋友 所以画的是穿了一个线条的衬衫 这个牛是马来西亚的水牛 所以他这个石牛图的牛 跟以往中国蚕中的牛是不一样的 是画上了马来西亚的这个水牛 还有芭蕉 还有这个雨 下雨所以等等的元素都已经是马来西亚的元素在里面了 当然马来西亚的画家有他们的特质 他们想画一些有马来元素的颜色 也有人想画一些印度孔雀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都欢迎 所以这次这些艺术牛我堪称他为 确实是大家的一个心血 大家的一个为我们中华文化 为这次的牛年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如此盛大的灯会 背后的准备工作也不少 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义工自愿前来帮忙 有的画画有的上色 也有的帮忙搭建布景 哪里需要帮忙就到那个地方去 这样灯会才能顺利赶上进度 对他们而言 在寺院当义工是一种爱心的付出 是修行也是奉献 主要就是在造型上的比例 然后就是喷漆彩绘 还有一些灯的位置上的一些定位 就是一些装饰的一些定位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所以我有很多一些有关于这些的技能 我希望能够为试验 做出一些比较环保的工作 包括一些可以节省的方面 那就是我本身的一个初衷 其实我的工作其实是很忙 那其实也很多人问 那你工作这样忙 那你哪里有时间当义工呢 那我其实都跟大家说 其实我很忙 但是我的心不忙 反正就是能够抽起一些时间 那就是你的身份的一部分 另一名义工 颜知信 爆读的是美术专业 每次放假回国 每次放假回国都会安排时间到东禅寺做义工 他一般是负负费的部分 他一般是负责美术的部分 比如像这个工门 喷气的工门 就是因为需要做fork lift上去 然后再喷比较高的地方 我弟弟就会跟我进来每一天 然后他就会帮我加fork lift 然后我就会上去喷气 然后这边其他义工也是都很 过年本是热闹的节日 但抗议当前 相信许多人也因此度过一个别样的新年 此刻的坚守是为了日后的团聚 当寺院里的数百盏花灯亮起 对2021年的所有展望 都包含在那里面 点亮了夜空 也点亮了新一年的开端 前线视窗